髒化縣浦新鄉 有一間專門製造 衛生紙的工廠 在凌晨所發生的大火 因為工廠裡面 堆放了大批的衛生紙原料 所以火勢迅速的延燒 不但燒毀了整間餐廳 還波及到旁邊 七間鐵皮店面 以及六間的透天民宅 所以損失相當慘重 猛烈的火蛇 不斷從餐廳竄出 消防隊極力搶救 火勢還是迅速蔓延 提火的正大造紙廠 位在補興鄉中正路上 附近都是民宅 凌晨三點火勁發生後 倉庫內堆放的大批 衛生紙原料立刻著火 由於紙張相當薄 燃燒快速 不到半小時 就讓整間工廠陷入火海 就連周邊的民宅 也都被波及 它對鐵鐵鐵燃燒後 半點燒到火 我們這裡有幾號嗎 這裡都有六號 前面的那種 總共有七間鐵皮店面 以及六間透天明宅 被大火燒毀 即使消防局出動了 二十多輛消防車 和近百名警疫燒 前往搶救 火勢還是直到 清晨六點左右 才被控制住 當故的面積 出估大概有兩百多平方公尺 為了避免火勢再度燒起來 消防隊也持續在現場 進行殘火處理 真正侵貨原因 以及財務損失 火廠監視人員 將等火勢熄滅後 再進一步確認 民視新聞龐志龍 彰化報導